诗迷玉石的三位历史名人 最后一位您肯定想象不到 第一名那必须是乾隆皇帝啊 乾隆皇帝号称玉痴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三万多件玉器 有一半都是乾隆年间制造的 乾隆皇帝17个儿子 每个儿子的名字里都有玉字 光散美玉的诗就写了八百多首 乾隆皇帝集合全天下的能功巧匠卓玉 在用料和制作上不计成本 在工艺上精益求精 尽善尽美 后世将这种玉石雕刻工艺称为乾隆宫 欧洲甚至把清代玉器统称为乾隆玉 足可见乾隆皇帝对中国玉雕发展的贡献有多大 第二名是慈禧太后 可以说现在的翡翠市场的繁荣 就有慈禧太后的功劳 翡翠是在乾隆晚期进入宫廷玉座的事业 而慈禧对翡翠的迷恋则让翡翠一直跪到现在 美国画家卡尔为慈禧太后所画的油画像当中 可以看出慈禧佩戴着非常多的翡翠饰品 相传慈禧太后日常用的盘碗也都是翡翠 还有一对翡翠西瓜 在当时就价值五百万两白银 慈禧此后 这对翡翠西瓜陪葬东陵 后来被孙定英到处不知去向何处 现在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八百多件翡翠作品 也大多是清晚期的 第三名是宋美玲 1997年在自己百岁生日宴上 宋美玲一身盛装 佩戴着耳环 项链 手镯 戒指等全套的翡翠作品 宋美玲一生收藏了许多的翡翠 2015年6月 香港加世德拍卖了宋氏三姐妹的珠宝 其中最多的就是翡翠 宋美玲还引领了民国时期 旗袍搭配翡翠的时尚潮流 时代发展到今天 佩戴玉石不光是一种潮流 更是一种喜欢传统文化的体现 也是寄托美好愿望和梦想的方式 更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 人养玉 玉养人 就是逐渐养成品行温润 情操高尚 举止文雅之人 从孔子对何天玉的喜爱和推崇 到现代人对佩戴玉气的执着 中国人和玉石的情缘上演了几千年 未来的故事依然在延续 您也赶快来加入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